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說是譚輝智的老婆被人見到 很美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Ivan Sir傳給我看 譚輝智的老婆很年輕很美女 不是 我覺得希希漂亮一點 當然她也算是差不多 老婆租起底 始終明星身邊的人都會被人知道 肥媽什麼事? 因為譚輝智爆粗 肥媽怎麼說粗口 一個斯文人 把我交給大陸何必仔 肥媽就這樣 很多人 包括音樂人 很多都說喜歡譚輝智 為什麼? 她又不是冠軍 為什麼? 謝謝五仔 早前譚輝智在中年號聲音2 就拿亞軍 當日她的漂亮的老婆又出現 很搞笑 我見現場的阿輝智的粉絲 叫她嘴她老婆 原來贏亞軍跟新婚差不多 不知道是不是那天老婆露一露的樣子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就被人找到了 一些阿輝智太太過往的照片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令肥媽在中年號聲音2 慶功以上 好像為譚輝智激動到爆粗 搞什麼事? 今天也會說完 說真的 那天輝智拿亞軍 基本上全家都觸動了 例如身為建築工程公司的東主 譚輝智的爸爸當日親自洗車過來 是在中年號聲音缺錯一天 整家人車過來 還有一些物資 輝智的媽媽在粉絲群中為兒子打氣 還看到輝智的表哥 都拿了花出和香檳 已經好像心中有數 一點也有三格 還有輝智的哥哥也有來打氣 輝智的妹妹當日也有出現 其實輝智妹妹也挺漂亮的 也不只她太漂亮 最好笑的是當日輝智拿了亞軍之後 現場她的粉絲 每個人叫她嘴她老婆的時候 輝智無緣無故在開口說 生多見 開心到要生多見 之後說是開玩笑的 其實不用了 不是一定要開玩笑的 可以真做大家不介意的 說真的 輝智的太太真是很漂亮 很有氣質 長長的直發 五官也十分標誌 所以看到網民留言也很有趣 說輝智是人生勝利組 祝福輝智擁有美滿家庭 不過當日輝智一對子女就沒有出現 也很需要保護小朋友 但當日不知道是否因為她太太露了面 就被網民發現了些東西 見有人在小紅書上分開一張 譚輝智當年跟她太太的照片 瞬間成為熱門話題 想中看到輝智的家人當日見證下 她手上跟妻子一起拿著結婚證書 當日看到輝智穿著標準新郎服裝 展現她的官仔骨骨樣子 笑容得特別勉腆 而她太太當日結婚那天 穿著露肩婚紗 面向鏡頭時都非常笑容燦爛 聲氣十足 但我看那張照片 其實是看到她們兩夫婦 其他人都貼了emoji 同時看到網上有人說 這張照片只不過是疑似 輝智的照片 首先女人很多時一化妝 她的樣子就不一樣 單看這張照片 我其實不一定很清楚 旁邊那個真是當日在中年好聲音熱現場 跟輝智一齊的太太 一個樣子是有少少不同的 因為是妝的問題 當然藍是很清楚的 但輝智有時候這樣的樣子 或者這個頭和很多人都相似 網上那張照片未算是最高清的 輕輕的蒙少少 但其實輪廓看到了 但撇開這件事 其實輝智的太太露一露樣子 憑著現在當今的科技 是很容易找到 跟他太太相關的照片出來的 一些search engine 單憑他的樣子就可以找到一個人出來的 我也試過用這些search engine 竟然搜尋了一些明星的樣子出來 雖然不是本人 就證明他太太也有些明星風化 我還要搜尋到那個是韓星的樣子 另外輝智 結婚那張照片 跟陳惠霖有些狀樣子 老實說 我search engine 用inmate search那種功能的時候 我真的搜尋到陳惠霖出來 除了搜尋到韓星之外 連陳惠霖也搜尋到出來 不過我也明白 輝智為何她太太當日比賽會露面 因為之前傳聞 經常說輝智是鑽石王老五 她太太當然要出來 告訴大家她已經結婚了 所以這個做法也非常正常 據了解譚輝智其實是2018年舉行婚禮 轉眼到了結婚六年 生了兩名小朋友 有些網民說 有錢仔當然是有漂亮老婆 所以現在她出了名 那些人想切髮器到老婆底也不奇怪 不過我看了另一張照片 輝智的爸爸媽媽沒有蓋過emoji 很明顯一看她爸爸的樣子 跟當日出席的比賽是同一個人的樣子 所以這張也挺肯定 應該就是輝智的結婚相片來的 另外中年好生音2決賽當晚登峰之戰 節目完成後 節目組去了TVB飯堂舉行慶功宴 而身為評判之下的肥媽 當日還請台詞幕後吃飯 但當晚為了一件事 肥媽就因譚輝智爆粗 會不會肥媽有甚麼不滿意 譚輝智呢 有些人經常說股卓民是肥媽的混蛋 沒有不滿意 股卓民也贏了輝智 我先說下去 當晚的慶功是由肥媽包辦膳食 當時肥媽也有拍片介紹 說現場有燒味 意粉 泰式雞 印尼飯 肥媽還大讚好吃 當時不問肥媽這些是否他最喜歡的食物 肥媽說當然是最喜歡吃 可見肥媽非常痛惜一群參賽者 不過我就不太明白 為何這個慶功宴在肥媽請呢 不是大會請嗎 TVB現在不是折留到 慶功宴都不搞 搞到肥媽覺得不好意思 搞完節目竟然沒有慶功宴 不是吧 所以是肥媽自己淹錢出來 真是匪夷所思 不過當時有些知情人士說 矽間竟然有人不知道是否 不知道肥媽請 是不是以為大台請 竟然可以無理說食物不好吃 這句話還傳到肥媽的耳朵 就是應該覺得中年好聲音 完畢應該吃包心刺土 而不是吃這些東西 當時肥媽也聽到這些說不好吃的說話 就好像有點委屈和激動 而同日那天 和他情同母子的古卓民 還好像健康的情況 走過去安慰肥媽 而坐牆的另一位落選的參賽者 陳善廷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都說慶功宴的時候 是肥媽萬歲的 他準備了燒味串燒 泰國食物很好吃 問到陳善廷有沒有聽到 有人投訴食物難吃 陳善廷說 那又沒有啊 記者又問 有沒有看到肥媽因為這個樣子 而很激動很不開心呢 陳善廷還說不是吧 他真的沒有留意啊 因為就算是他 即是一位落選的參賽者 他也是去到最後才知道 原來這一差是肥媽萬歲的 為什麼肥媽萬歲呢 之前 有一個報道就說 肥媽和周國鋒在猜最後誰贏 是不是肥媽輸了所以會萬歲呢 不可能肥媽應該 一直最撐應該是 全民的契仔啊 是猜猜的啊 還是地花章贏了一個萬歲呢 我只是猜的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是肥媽萬歲 但是世事很奇妙的 在場就好像傳了另一個版本出來 就說那天肥媽激動到 很飽糙的 但原來 原因是非常窩心的 該知情人士就說 當晚場內不止 中年好聲音異的幕前幕後在 飯堂這邊其實還有其他TVB員工 當時亞軍的譚輝子做完訪問之後 你知道多餓 做了這麼多個小時的節目 又要唱幾場歌 我平時說話說得多 我都很餓 何況他們唱歌 還要跳舞 當日輝子 所以當日輝子想著去到快點 吃東西了 準備起飯的時候 竟然不停有人捉著輝子合照 當時肥媽擔心輝子餓 所以即場發脾氣 你讓他先吃吧 加著有個X字 應該是粗口來的 我看過報道裡面 而當時肥媽還很豪氣地說 喂 我真的拍嗎 不請的 不是TVB請的 你們好不好 先吃了呢 肥媽很強調 是他請的 不是TVB請的 為何沒有雜誌去訪問TVB 為何你們不自己給錢 搞慶公宴 為何要肥媽呢 沒有人仔去問這件事 起碼也要抓監製來問 所以當時大家耳口同聲 跟肥媽說 很好吃 之前人士說 當晚的食物確實不錯 燒味很棒 飯也很好吃 尤其是泰式評判也組得很漂亮 老實說 其實我偶爾也有在TVB飯堂吃東西 之前我在裡面也做過一些freelance 有一次我走進去做訪問 或者比賽 其實我曾經去過TVB很多次 所以大致上去過飯堂 味道如何 我也有些心中有數 其實不是很差 我記得有一次我應該是玩Cats比賽 在南韓歌曲創作比賽的時候 那次慶公宴都是在TVB飯堂裡慶公宴 那次也有些蠻好吃的東西 所以如果他們要做一些好吃的東西 其實是做得到的 可能在裡面做的飯堂都要十項全能 各樣都要做些 如果沒有記錯 TVB除了這個飯堂之外 還有兩間餐廳 但平時最多人就是去最大的餐廳飯堂 另外雖然外奸一直認為肥媽偏心 對他相識當年的古卓民 就惡惠有加 加上譚輝瑟最後一個回合 就選唱記憶面 就惹來肥媽失望的負評 還當時指 說阿輝瑟是自殺式的選歌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當天肥媽說 你說我們有什麼理由 有必殺過選這首歌 你在玩什麼 你在玩我們 知不知道阿輝志 是啊 那天真的在節目中 對著阿輝志說 還跟阿輝志說 他要死就不讓他死 你沒理由選這首歌 當時好像 替阿輝志很不值 為何要選這首歌 但無論如何都好 他們這麼負評 其實不止有肥媽說的 幾個評判 吳俊文也有說 或者周國鋒也有說 但最後 他們仍然被阿輝志 分數只是僅次於 阿古卓民 即是他們彈到阿輝志 分數好像不值 但這些分數仍然高於亞米高 當時我也有點驚訝 究竟是上頭下的命令 是怎樣都要最少給阿輝志 拿亞軍呢 還是當時其實 有給印象分 因為有可能看了這麼多集 覺得阿輝志其實都應該值得拿亞軍 起碼是分數上 拿不到冠軍 也起碼要亞軍 因為如果論最後 花了彎的表現 其實我怎樣都覺得 阿輝志比阿輝志好一點 不過呢 說實話 無論當時阿輝志 怎樣對阿輝志 在比賽中不滿意 但慶公義的 肥媽的情況 其實也很疼愛阿輝志 甚至可以說肥媽 其實每個學員都疼愛 提案的話 我看到一些報道裡面說 說譚輝志為何這麼有觀眾緣呢 其中一名 評判張家 曾經說過 譚輝志 他把聲 就仿如好像 失散了兄弟 被封為羅啟浩的2.0 即是怎樣 輝志和羅啟浩 本身應該是 緣於一派 兩個可以合體 最主要有一集 是羅啟浩和輝志一起合唱過 否則張家庭老師 是不會這樣說的 我沒有看完這麼多集 我這樣猜 應該有一集是這樣 所以張家庭才這樣說 看回報道好像真的 他們兩個真的有合唱過 當時肥媽還忍不住 稱讚好 車遠還說他們兩人 是中年好聲音裏面的boys 當時看到肥媽 裡面說 他直接看他們兩個 一起表演那一招 好像在看演唱會一樣 所以張家庭才說 他們好像找回 失散了兄弟 還有阿輝志後來 是應該越唱越好 越來越有自信 最初始終是一個素人 說真的 到今天 我對著鏡頭 我都不是很習慣 所以見過很多時候 我都不出鏡就是這樣 何況阿輝志呢 他向來都不是 出鏡子的人 那些人說 以前阿輝志 玩歌唱比賽都不多 很厲害 由一個素人 去到後來台上 有一點揮灑之餘 是很難得的 所以我看到張家庭老師 那時候都在稱讚阿輝志 叫阿輝志一路 要保持一個很 pure 的感覺 繼續維持 所以那次 他應該跟羅啟浩 一齊那次 是獲得MVP的 這一點點題外話 為何那些人 對阿輝志那麼好感 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他竟然都像 上屆的中年好勝三格 裡面其中一位 如無以外 阿輝志這一類屬於天才型 有什麼人是屬於天才型 張學友 我覺得張學友也是天才型 反而Eason 也未必是天才型 因為Eason自小 已經訓練 懂得很多樂器 有效 生惡理 學友反而是長大 才去唱歌 而可以這麼長大 走去唱歌 竟然越唱越好 那學友就是天才型 仿如像輝志這些情況 其實唱歌一直要保持Pure 其實不簡單 因為看到很多 就算是職業歌手 去到某一個階段 劃多劃少 開始就 喜歡表現唱功出來 太過表現唱功 就沒有了Pure的心 所謂Pure的心 純粹只是唱出來 令人感動 加上輝志本身的聲低 但很多時候玩比賽 就未必是Pure最好 始終某程度上 有些評判是著盡 技術方面 不過就算是恩尼姐姐 對輝志的評價都非常高 似乎輝志本身得到很多 專業的唱歌前輩 認同他的能力 仿如演戲 你自然演出 其實已經是很難得 不是說你每次都要用很多 演出的技巧 我就覺得有可能有輝説 就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我不知道這樣評 大家覺得滿不滿意 對不對 或者大家有意見 你可以告訴我 好了 今天如學圈新聞先說到這裏 遲些再分享其他如學新聞 就這樣 拜拜